美聯儲如期加息 並調低了明年加息的預期 香港金管局 今早也上調基本利率 此舉會給市場帶來 哪些影響相關問題 我們馬上連線 安山資本策略師李卓鋒 為我們分析解答 李先生早 李先生中午好 那麼我們看到 其實美元是如期加息的 那麼金管局上調了基本利率 現實美會及港會方面的表現 是如何的呢 對人民幣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美元加息以後 現在是2.5個金點 現在香港來說 不管金管局 未來要不要加利息也好了 我們看見同一菜市 已經增加了很多 特別是在去年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香港的融資利率 已經上升了成本 已經上升了一倍 那說就是在上港也說 上港是用其實港元 跟美元是掛傲嘛 就美元跟港元 還是成本已經增加的 美元加利息以後 可是我們發現 就是尤其年幣 因為突然基金 跌得那麼大 跟上兩次 就是美國加利息 有點不一樣 上次美國加利息的時候 剛剛是貿易戰 在開始的時候 結果對人民幣有影響 可是這一次在美元 加利息以後 我們發現會議以後 美聯儲也說過了 就是上一年 2019年 原本美國有機會 是加三到四次利息 可是現在經濟不好 可能美國上一年 好的是加兩次利息而已 但是說我們感覺這個說法 是比較放緩一點的 所以美元也不會升得那麼多 那人民幣我們看是走勢跟 過去一到兩個月差不多 但未來的60天 還是在貿易戰那邊 就是中美期間 還是在溝通 那人民幣還是在 6.8到7期間這個游走 可是港元這邊 金管局那邊會加利息 所以港元來說 我看是比較會長一點的 那李先生 您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香港方面資金外流的情況 會怎麼樣的去發展 會加劇呢 還是說您會覺得說 有一些放緩的這個跡象 現在銀行同業之間 或是市場上面 有成本已經上升 那我看銀行很快 有加利息 那這個跟以往不一樣 之前就是美聯儲 現在是已經加了利息9次 上了才4次 所以之前呢 美聯加利息的時候 很明顯在港元 全條成本上升之外呢 其實銀行體積裡面 特別是股票市場 發現有基金流走 有一些基金是流到 避險負幣 還是一個債券市場裡面 那這一次是港元很大 淨會銀行也好了 金管局也好了 都是為有 都肯定為在加利息 所以這一次 這基金外流的情況 不會上去 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這是美元 加利息港元就走了 股息下跌了 現在要是股票市場呢 就是還是穩在 2萬5左右的水平下了 港元現在要大大波動流走的情況 應該不會出現 然後就是說 港元就是應該是比較穩定一點 我們看到現實的情況 是非常的一個矛盾的局面 那一方面呢 金管局是上調了基本利率 另一方面呢 我們知道 本港的房地產市場 其實最近都是一個放緩的 一個跡象 那市場目前就比較觀望 香港銀行是否將會 跟進提高這個借貸成本 那您有怎樣的觀點呢 我看法是 其實你說的對 現在剛剛好這個時間 有一點矛盾 牛市好像已經開始下跌了 可是融資成本 對於就是從牛房市場 做安捷來說 還是比較低 金管局一定要加利息 因為之前我說過 就是美國加利息 香港沒有加的情況 就香港人就流走了 這個對我們銀行批記 還是金融市場 都不太穩定 不太安全 流房市場裡面 就是現在沒辦法 就是改變金管局 還是銀行體積 現在它跌是一點點的 不會因為跌一點點的 影響我們香港金融呢 特別是利率欣賞的 就是那個政策 重點是銀行哪邊 我看呢 因為融資成本上升 未來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做安捷也好了 我們說的prime rate 就是優惠利率等等的 都肯定會往上調的 嗯 想問一下您剛剛也提到 這個港股方面啊 您認為這個 就您的觀察 目前港股市場 對於這個加息 是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您覺得就是哪些板塊 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大 現在香港來說 就是最近突然發現 就是融資成本突然增加 那香港也佔利是吧 然後留一個板塊 我們首先要小心 港股肯定會受到利率上升 還有股市比較 因為我們會比較一下 就是香港的定船等等的 歷史跟現在股票的派的股市 就是歷史最差的分差 要是股票的歷史跟定船 我們說的定船就差不多 是沒有風險的利率吧 定船還有香港的 債券等等的利息 開始上升 可是股票市場的股市 沒有派 可是派多 因為它我們看 這次經濟 香港現在都是比較穩 都是這個情況的 所以我們股票市場 肯定會受壓 就是今天也看見 是預計 就是港股 就是香港會在 融資成本上升 利率增加 股票在未來一段時間 就是肯定會 繼續往下跳 然後什麼板塊 比較大的影響呢 我們看地產股 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受影響比較大的 可能是航空企業 航空股等等 因為它現在 不管是國內也好 香港的外資 要是美元的 因為有很多國家 國內的企業 就是在海外 發了美元債 現在美元上升了 連美國跟香港的利率 也上升了 然後它的融資成本 負債的成本 又在增加 然後這高負債的債務 比較大的企業 肯定會受影響 我們今天也是非常感謝 李先生的分享 謝謝您 我們也是先休息一會兒 廣告過後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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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